佳华梦工厂之时尚是神马 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出 聊天聊地聊时尚 各位好 这里是WOW TV佳华视讯为你推出的 全新的一档综合娱乐脱口秀 叫做时尚是神马 我是秦鑫 我是容颜 是的 我们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网络做全程的视频直播 此时此刻你可以登陆电视台的官方网站 www.wall1.tv来收看电视台的视频直播 当然这个时刻 同样你可以用iPhone iPad Blackberry 下载WOW App来收看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 同时也可以在《月客论坛》的活动版 开设节目图文直播帖 您可以跟帖回复以讨论 是的 那如果你错过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话 你可以守住WOW TV的电视讯号 请你关注罗渣市808主打台 577高清台 以及贝尔710台 从今天开始呢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在每周六下午7点到8点的一个小时时间 要邀请来自多很多各行各业的超男超女 还有很多造型师 化妆师 加入到节目当中 来和我们一块分享他们的时尚心情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尚话题是什么 时尚媒体瘦出来 那在之前我问你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节目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看看屏幕下方的三种方式 我的新浪微博赶快联系我 好 刚才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尚媒腿秀出来 那么今天做个我们节目现场的时尚嘉宾 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容上造型的造型师George 欢迎George 你好 但比影像策划 岳蒙石先生 欢迎岳先生 好 今天我们说了 我们今天主题是时尚媒腿秀出来 所以我们准备了四双八条媒腿 现在呢我旁边有一双两条腿 对不起 舒适 对不起 有点退化 什么叫两条腿 所以还有三双六条腿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她们出场来 欢迎媒女 欢迎各位 好 我们欢迎三位同学 欢迎荣言小姐 荣言是这样 今天呢你要的任务就是 介绍你的三位朋友 可是在你介绍她之前呢 因为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为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的嘉宾主持 所以呢 我要给你个示范 可是我要求是 待会儿你介绍他们三位的时候 要精简 精简的意思是 经典且简短 好吧 所以我做一个示范 我们这样一排 我们这样一排 好 各位 请注意看我右手边 这位就是我今天的搭档 嘉宾主持 荣言小姐 荣言小姐在多伦多的夜店界 可谓是千杯万杯不醉 所以呢她素有多伦多夜店 A咖美少女战士之称 Go 介绍事物 当然不准做啊 开始 要我自己吗 你介绍 董基介绍吧 介绍你的朋友 好吧 这是一号嘉宾 娜达 二号嘉宾 瑞 大家好 三号嘉宾 紫如 大家好 我是紫如 都是美女 欢迎各位 戴荣言 你的介绍除了简短之外 没有经典 所以就于这个东西呢 我要和两位一样 不Gentlemen 先坐下 四位美女 往这边转一下啊 四位四位来 今天我们想聊的是 哇 这个场景好少见的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 选model 不是 我们聊的是美腿 那今天我问大家 这样穿着 为什么今天这样穿 这样穿 为什么你觉得 OK Buy your standard 注意 Buy your standard 你觉得这样你的腿会显得修长 从子如开始 OK 那我觉得我今天搭配呢 是高跟鞋 配丝袜 下面配一个打底裤 我觉得深色的丝袜呢 会显得腿会稍微显瘦一点 另外打底裤呢 会配这个裤子呢 配丝袜会也是有一个收腿的作用 对 好 我们的红衣少女 我今天穿的是同样颜色的 黑色的裤子 黑色的皮带 然后配上黑色的鞋 然后又可以突出下半身比较长 然后上半身配比较线的颜色 这样会显得腿比较长 但是我跟你讲 紧身牛仔锅 从来都是勇敢女孩的选择 非常好 来 下一位 对我来说腿长跟高是密不可分的 那既然想要高就是两个高子 高腰裙和高跟鞋 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然后用了浅色的丝袜 这样可以highlight出我的腿 虽然就有点粗了 包含一下 好 OK的 容颜 你是要绣上半部还是下半部啊 下半部 OK 那告诉我为什么这么长 上半部也OK的 不用 我只用care下半部 现在我们先不用看上半部 没有 我选择穿高跟鞋很高 10厘米 因为我很爱 因为今天所有嘉宾 全都非常非常的高 包括你也很爱 OK好 可是我没有选择像你这样穿呢 继续继续 没有 我选择不穿 口味有点 所以你是在暗示里面没有穿 没有 我穿裙子的话 我不喜欢穿任何丝袜或什么东西 很勇敢 我跟你讲 因为其实丝袜也有 就是修这个腿线条的部分 所以你今天选择 不穿 注意事 不穿是非常勇敢 好 就于这一点 虽然你刚才介绍表现非常逐烈 不过呢 就于这一点勇敢 我请四位先坐下 来 再次欢迎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做视频直播 希望这个时刻呢 我们电视 机器 应该是网络前面 iPhone前面的观众 能够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 积极地 不用是回复我们 可是你可以在手机那边 尽情地骂他们 有没有关系 特别是容颜 OK 骂我是说的友好的骂 说这个小女孩挺可爱的 傻的挺可爱 这样的嘛 注意 好 刚才 各位女孩对自己 今天的穿着做了一个点评 所以我今天我们的造型师 和这个摄影师 我要问一下 今天你们要给我一个答案 就是你们在你们心目当中 最好和最差着装 好不好 基于大家都是可能朋友的问题 所以待会我会走到各位女孩的身后 好不好 我会问你们 如果我的手划过她的头顶的时候 你觉得她是最好或者最差 听我的问题 你就点头 好不好 各位女孩不要看那边屏幕 因为你能看得到我 OK 好 先排除容颜 先排除容颜 这边 先排除容颜 容颜已经就是 已经那么勇敢了 先排除她 这三位女孩 我手指划过的时候 岳慕石先告诉我 今天可能穿的 你觉得不是那么进入人意的 我刚划过的时候 你点头 OK好 George 今天穿的比较 不是比较 你觉得最好的是谁 OK好 好 我们现在有了答案 岳慕石刚才你没有告诉我 你觉得穿的最好的 你现在告诉我 穿的最好的是谁 岳慕石 岳慕石 好 子如 子如起立一下 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是因为这样穿会显得腿很 很长 显得有缺点吗 这样穿着 大体上OK 鞋子和腰的部分 可能还可以再改进一下 腰应该怎么改 打底裤没错 但是上面那件衣服 因为它本身其实 蛮瘦的 要我看的 我可以插一句吗 可以 本身我是蛮胖的 所以我穿这件衣服是想 宽松点衣服是想让自己显得瘦一点 子如你的胖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时刻大家可以尽情的吗 我的体重就不透露了 但是肯定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轻 子如有多高可以告诉我们 175近身高 OK 天哪 天哪 比你还高也挺硬 对我167 比我高也 放也OK 我待会收拾你 好 那个 George George刚才也选了子如 对不对 对的 如果加上容颜的话 如果加上容颜 谁好 那我会选择容颜 你的保留一下 谢谢你 爱死你了 好 容颜先站起来 容颜先站起来 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进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告诉你 待会儿见 加华梦工厂之 史上市审马 是由以下商户 特约赞助播出 加拿大王福景有限公司 敏月车行 Jason G. State Farm Insurance Agent 加拿大中国移民安家协会 CM Karaoke and Launch Skyland Food Mart Shining Image Consultant Bestwind Supermarket 地质文山华黄自助餐 My Dream Now AutoEQ.ca 加华梦工厂之 史上市审马 是由以下商户 特约赞助播出 加拿大王福景有限公司 敏月车行 Jason G. State Farm Insurance Agent 加拿大中国移民安家协会 CM Karaoke and Launch Skyland Food Mart Shining Image Consultant Bestwind Supermarket 地质文山华黄自助餐 My Dream Now AutoEQ.ca 加华梦工厂之 史上市审马 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出 加拿大王福景有限公司 明月车行 加拿大王福景有限公司 明月车行 Jason G. State Farm Insurance Agent 加拿大中国移民安家协会 CM Karaoke and Launch Skyland Food Mart Shining Image Consultant Bestwind Supermarket 地质文山华黄自助餐 My Dream Now AutoEQ.ca